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脚下书本的厚度 就是他神圣的高度 英国作家克莱夫·巴克曾经说过 每个美国家庭都拥有两本书 一本是圣经 另一本是圣经 可能就是斯蒂芬经的《肖生客的旧书》 肖生客的旧书 陪着无数人走过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 让悲观者继续前进 无助者得到力量 傲慢者心生敬畏 绝望者看到希望 迷茫者开始思考 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汲取不同的能量 多年前看这本书 看到的是激动人心的越狱桥段 如今重温此书 才悟出了书的深意 一 书中 自有答案 非常不可能发生 和无法预料的事情 存在于事件的每一种事物之中 谁也想不到 那个风华正茂 前途无量的银行家 竟然会被指控为杀掉妻子的冷血杀手 尽管证据不足 安迪却仍然蒙冤入狱 肖生客监狱的故事由此拉开帷幕 入狱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 出乎意料的是 在新入狱的狱友正晚哭喊冤枉时 恩迪不乏一生 事实上 这个喜欢地质学的银行家 当晚就找到了 可以令自己暂时忘记痛苦的事情 从瑞德那里买来 喝嘴除之后 每个难熬的夜晚 他都用雕刻打发时光 这个爱好 不仅让他不至于沉沦黑暗 无所事事 也是他自我救赎的开始 一天 他百无聊赖在墙上刻字 却意外地发现 墙上的混凝土有脱落的迹象 毕业于缅英大学商学院的安迪 不仅有着出色的金融学知识 还因为兴趣 辅救了地质学和建筑学 肖生客监狱建于三十年代 那时候 混凝土技术还不过关 几十年的风雨早已侵蚀了墙体 略一思考 他意识到 也许可以挖一条 通往外部世界的隧道 于是靠着那个贺嘴厨 他每天晚上悄无声息地挖着通道 第二天 再把挖出来的泥土藏在裤腿里 带到操场上 在监狱工作的时候 他一边劳动 一边观察着监狱的构造 其他囚犯只能看到囚牢 操场 狱警和狱卒 安迪看到的则是地下的通风管道 下水道和紧急通道 一个人的知识体系 就是他甚至世界的蓝图 安迪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 找到通往自由大门的道路 离不开他丰富的知识储备 以及超乎常人的认知力 生活的一切难题 书中自有答案 对于每个人来说 所学的每一个知识 都是在为未来埋下一颗彩蛋 它会在人生的某一刻 成为惊喜的馈赠 帮助我们横度换着迷津 二 书本的厚度决定了你的高度 书中 最扣人心弦的情节有两处 以此 在修起屋顶时 安迪听到狱警哈德利抱怨 说自己获得了哥哥的遗赠 但需要缴纳一大笔税款 冒着被射杀的风险 他壮着胆子告诉哈德利 每个人一生中 可以馈赠配偶一次礼物 金额最高可达六万元 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交 知晓安迪银行家身份的哈德利 放松了警惕 欣然接受了安迪的帮助 安迪第一次用专业技能 为御友们赢得了每人三瓶啤酒的福利 那一刻 他们在屋顶沐浴着阳光 获得了片刻的自由 第二次 典狱长诺顿突然插方 望着海报后面的隧道 安迪拿起藏着贺嘴厨的圣经 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 典狱长接过安迪手中的圣经问道 你最喜欢哪一张 安迪略加思考之后 用书中一句经文回答 看到你就知道 你是一家之主 一句话 夸得典狱长心花怒放 典狱长玄吉说出这段经文的出处 并表示自己更喜欢 我是世上光芒之远 跟随我就不会步入黑暗 而能得到生命光辉这句话 安迪说 约瑟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典狱长向安迪投来了欣赏的眼光 然后把圣经还给了安迪 因为喜欢阅读 熟读圣经 安迪救了自己 经过两次试炼 安迪的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 典狱长把他从洗衣房调到了图书馆工作 让他帮忙洗黑钱 狱警们开始找安迪报税理财 监狱的图书馆也成为了所有狱警的避水天堂 他的才能对监狱掌权者有用 狱警帮他解决了一直侵犯他的变态三姐妹 他不再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监狱里也活得像个体面的自由人 同样置身监狱 有人苟言残喘 有人被狱警活活打死 而安迪凭借读果书 获得了监狱里最难得的东西 尊重 小深刻监狱 未尝不是一个围观的社会 安迪的经历 揭示了一个朴素且扎心的潜规则 这社会本就不公平 你有多有用就有多特殊 很多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参差 取决于彼此的能力水平 不读书的人生是没有选择权的 只能被生活逼到最逼色的角落 读书的人更有机会打破阶层的禁锢 实践而上成为上人尊敬的神上人 一个人脚下书本的厚度 就是他神上的高度 三 书有良药可以医余 在萧生克监狱 有人向往高墙外的星辰大海 有人安于墙内的平淡与秩序 图书管理员布罗斯显然属于后者 服刑五十年之后 接到假释通知的他 却故意制造了一次犯罪 企图继续留在监狱 但伎俩被识破的他还是被迫离开了 然而多年来的与世隔绝 让他对外面的世界无所适从 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让他惊慌失措 高耸入云的建筑 让他倍感窒息 出狱后的他被分配在超舍工作 然而他衰老迟缓的行动 总是被顾客投诉指责 生活在高压状态之下 他甚至连觉都睡不安稳 在监狱里 他是个有教养的体面人 在社会中 他是个落魄的多余人 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布罗斯 一年之后选择了自杀 书中有句话说得很好 刚入狱的时候 你痛恨周围的高桥 慢慢的 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终你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依靠他而生存 这就叫做体质化 这种体质化如同一把刀 斩断人与社会的联系 又如一副麻药 麻木着每个人的心智 在监狱里被体质化的人 比比皆是 而安迪却时刻坚信自己 即便每天累得筋疲力竭 他仍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他连续六年 每周坚持给州政府写信 请求拨款 为肖申克监狱图书馆添置图书 在安迪的不懈努力之下 州里最终决定 给肖申克监狱 每年800美元的博助 原本狭窄破旧的图书馆 成为了新英格兰州 最大的监狱图书馆 几乎任何领域的书籍资料 安迪都能想方设法地弄到 27年与世隔绝的日子里 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迪靠着图书馆里的海量资源 始终和时代保持着同频 有些鸟儿 听声就是关不住的 它们的羽毛太新鸣 歌声太甜美 也太狂业了 尽管身体被囚禁 安迪的灵魂始终是自由的 因为通过阅读 它能不断学习新的事物 尽可能触摸时代的脉搏 而不至于被体质化慢慢杀死 书有良药可以医余 书如巨尺可以丈量世界 也许我们深求于三尺之地 但仍能通过读书 去感受外部世界生生不息的变化 四 这世上没有白读的书 影片的结尾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安迪通过凿了十九年的地道 成功地逃出生天 在太平洋的小岛上 安度余生 销声客监狱 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 安迪却以知识为钥匙 扣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他精通金融知识 能帮助所有的狱警 避税理财 所以他在监狱 有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他能把圣经倒背如流 所以典狱长第一次查房时 没有发现他藏在圣经的 那把贺罪处 他在监狱图书馆 研究地质和气象学 所以他能挖通墙壁 爬出五百码的地下通道 他懂得护其政策 所以能够利用 帮典狱长洗钱的机会 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身份 为月月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一切都是那么巧合又自然 每一个不起眼的知识和技能 都在冥冥之中 帮助他扣开了通往自由的大门 佛典里有一句话 公布堂娟 用在安迪身上恰好合适 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 更没有白读的书 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 都会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得到回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陈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